嗨 蘇香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現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我們來講一下這次新出的23年第三期的籤卡 好那以下次的想法給各位做參考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的話我們先來講這個兄弟的部分 兄弟的話這次出的投手是正號軍 那正號軍的話在數值上面其實還不錯啊 那還是一樣 手中的話我覺得先發先不用優先考量 那球種部分的話這個球種是覺得還可以 就先發嘛 大家知道就比較偏向有愛向的 那打者的話出的是周董 周思琦 那這張周思琦的話雖然說左愛也是S 但是這個傳球69真的有點低啊 那我們看之前也有出過一張周思琦 好 那這張21年的周思琦的話是左愛右愛都是S 那整體的數值上面就也沒有壞掉 所以我覺得就這兩張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們先看DH來看啊 就DH來看 我覺得沒差多少 兩張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就左愛也的話 基本上這張23點就不太行 所以我覺得就不用選了啦 你原本有練21的你就繼續練 如果你沒有練21的你要入手的 除非你覺得21太貴 不然我還是推薦你玩21就好了 這張真的就左愛也來看不太行 就指定打擊來看的話還可以啦 好 接下來的話是統一 統一投手出聖騎士 那這張的話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了 這個就也只有一張 所以也沒什麼好比的 就球種可能比較普通一點啊 他是這個就是大家知道的 沒有紫插球跟沒有聖卡球的這個搭配 那數值上面其實還不錯 就球位有到109 那球數也有到75 還是一樣 先發的話有愛向的 你有愛向在入手就好了 那打者的話這次是出這個23年 神拳靈異拳這個一樣 沒什麼好選的 不然你就要去用EX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比較偏有愛向的啦 你真的有愛的話選這張是OK的 那如果說就一壘來看的話 好像 高國慶是右打 那有些人會看這個左右打的問題啦 如果說 這兩張比的話 我是覺得好像潘傑凱比較強一點 那這兩張比的話 我覺得高國慶強一點 所以就戰力考量來看 這張可以不用 那就有愛向來看的話 畢竟神拳嘛 待終止待這麼多年了 你覺得你有愛要入手的話 這張數值就跑雷特別注意一下就好了 好接下來的話是樂天 樂天的話 投手出了這張 我覺得蠻不錯的 投手出蘇俊章 那這邊特別查一下蘇俊章的卡片 這張蘇俊章啊 跟其他這幾張比 23年喔 這個最新的了 23年的這個type卡 甚至是EX 都沒有這二縫線 那這張多雷克二縫線 數值上面的話 球位到108 球數70也沒有到特別的招 我覺得這張可以入手 那他是 唉唷 唉唷 這簽名發生什麼事 這簽名怎麼這麼 這麼明顯 這張可以入手啦 這張的話 多雷克二縫線 我覺得在這個 球種上面有一點buff 所以 這張 比起其他張的蘇俊章來看 會好很多 蘇俊章的卡片已經出之勢了 所以就 你自己再看看要不要入手吧 好 那打者的話 這邊是出這個 朱玉賢 朱玉賢的話 也是出了不少卡片啊 看一下 九千卡來看的話 欸 在哪邊啊 點錯了 好 首先這張是最一開始出的那張 就是力量特化版 但跑雷不太行 那後來的話 出這兩張 我是說22年這張比較強嘛 那我們就來比22年跟23年的 如果你原本就有22年的啊 我覺得 你看這兩張的數值這樣比起來的話 22年的就力量可能沒這麼高啦 但他的 跑雷 手背傳球都比23年來的好 所以我覺得 你原本有練22年的也不用換了 那如果你原本 沒有練22年的話 我覺得應該也不用錄到23年的 價格其實差不多啦 那當然如果你就是 我只放一壘 然後 可能我比較 在意說 力量 好一點 那 跑雷手背沒差的話 這張 到時候如果便宜 你還是可以入手 但就是變成你就是放一壘 那數值上面來看 9595的跑雷手背 也不會到拉布滿 那前三項這個就沒什麼問題 好 接下來的話是富邦 富邦的話 投手出肯特 肯特的話一樣 先發還是比較偏有愛向的 就你自己再去看就好了 那還是只有先發 那打者的話出李忠賢 李忠賢的話 我們比一下之前的張李忠賢 其實差蠻多的拉 張李忠賢很明顯的 這個雙打 跟這個21年的差很多 那21年的話 是後三項比較好 所以說看你自己的狀況 我覺得 這張李忠賢是可以入手 他真的還蠻強的拉 那如果我們就原生的三壘 就是跟其他的三壘 之前出的三壘比的話 這兩張就不用看了 這張下面這張 葉竹萱數值不太夠 那 泛國城是跑雷不太夠 就看一下 我之前推薦的新元旭 跟現在剛出的李忠賢 就這兩張數值來看的話 基本上我會選新元旭 但是兩張基本上都可以入手 數值上面這個數值 沒意外都拉得滿 那 李忠賢這張的話 就是他這個手臂 如果你要手臂拉到150 他的手臂93 是相對其他數值來的低的 好 接下來的話是衛拳 衛拳的話 投手是出朝右旗 那一樣 這張在先發 也不能雙手到其他位置 所以一樣偏有愛向的 你有愛的話再入手就可以了 那打者的話是出這個 劉雞虹 劉雞虹的話我們就看之前的三壘 之前的三壘S的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篩選錯誤 是這樣才對 好 三壘S其實選擇蠻多的 就整體的數值來看的話 基本上都還是會去選劉雞虹系列的 就這兩張來看也是會選劉雞虹系列的 所以我們就比二三年的跟二一年的劉雞虹的差別 二三年的這張力量多了五點 但是後 這個 不是後三項 是這個 跑累跟手背 二一年的比較好 但 這兩張基本上差距不大 所以我覺得你沒有練二一年的 你不用換二三了 差距真的不大 只是看起來比較好看了 因為這張評價98 基本上我認為差距 就這樣而已 沒有必要為了那一點點的差距去換一張 新的籤卡 籤卡畢竟 或許成本對某些人來看不高 但 那畢竟還是個成本 所以除非你真的想要玩新卡 不然我覺得就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你用二一的也不用去換這張 好那就這樣 籤卡的話 我還是認為說會比較偏向 除非真的有某像這種的什麼 像之前這種 這種就真的拉的蠻痛苦的 像這種什麼 跑累整個凹進去的 不然除了像這種卡片以外 基本上 都有在 不錯數值的情況 籤卡都是可以入手的 那就是我們這邊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順便做個比較而已 那我還是覺得說你有愛像的話 甚至有些人其實是看模組看照片的嘛 就是你自己去入手就OK了 好那今天這部就到這邊結束了 這次的話 最後再做個簡短的帶過 二三點再次嘛 正浩君就是 我剛剛講正浩君來講秋浩君 我剛剛是不是前面講成秋浩君 欸不知道 反正正浩君的話 這個就有愛像的 那打者這張周詩琪我也不會入手啊 我現在就是用我 完全就是用我自己的想法 那聖騎是有愛像的 那打者林一拳的話 也是有愛像的 那打者注意賢這張我覺得不用入手 那投手這張蘇俊賢是可以入手的 然後投手肯特 我覺得不用入手 打者李宗賢這張是可以入手的 但必要性不大 那劉基鴻的話這張 我基本上我不會入手 然後朝右起的話這張也是有愛像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那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的 各位都能知道 那當然每個想法不一樣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